口腔癌明年国人十大癌症死亡之一 其中建筑工程业又被视为高盛行率的直别 为了维护劳工健康 台东县卫生局和医疗业所合作 前进工地现场免费提供工地师傅 口腔粘膜塞减服务 而营造业雇主也宣示响应无兵工地 营造安全卫生健康的工作环境 医生拿起手电筒压舌板 左右仔细检查工人口腔粘膜的状况 发现了疑似口腔癌病变的迹象 还要进一步透过处诊确认 香烟 槟榔和酒精饮品 长期以来被劳工误解为提神输压的盛品 导致口腔癌在台盛行率居高不下 尤其又以鱼捞建筑工程及四季货运业 分居前三高危险职业别 因为嘴巴没有动会没精神 习惯了那是生活上的一部分 你抽烟 烟地乱丢容易引起火灾 吃槟榔呢 槟榔之乱吐了以后 我们就很多地板 就没办法再复原了 搅槟榔 抽烟 喝酒 不仅会增加罹患口腔癌的几率 危害劳工朋友的健康 对于讲求公安的建筑工地来说 也增添酿成事故意外的隐忧 为此台东县卫生局与医疗院所合作 前进工地现场 提供免费口腔粘膜筛检服务 也希望营造业雇主支持响应 无烟冰工地 因为有吃槟榔有时候就是牙齿会影响 牙齿又会松动啊 以后吃东西的话就比较不好吃 一开始的时候呢 他们反弹很 那个反弹得很凶 那我们靠劝导 劝导来就来让他能够说适应 在做预防保健 它就是你抽烟吃病毒的年重 尤其在原住民18岁以上 就可以做口腔粘膜筛检 非原住民就是30岁以上 每两年可以免费做 工地无烟冰酒是愿景 但确实也难一步登天 毕竟劳工朋友积息已久 目前除了透过柔性劝导 和逐步减量外 四级的预防筛检也是重点工作 机长发现及早治疗 才能远离口腔癌威胁 地理山家会台东市报道